台北市东兴大楼在921大地震时倒塌 隔年受灾户提告 向三家建商还有负责人 以及整修一楼的第一银行索赔 总共是28亿元 经过15年缠纵 全案定验了 法院判决 承包商负责人 以及当时工程的监工 必须要连带赔偿161名受灾户 1亿9千多万元 加上利息一共是赔偿金额大约3.3亿元 不过受灾户律师对于这个判决 是感到失望的 因为他说承包商鸿雇是一间空壳公司 而负责人又已经抛弃继承 加上被判刑一年半的监工 他也没有还款能力 所以即使判决确定 但他担心这恐怕全是空的 这个判决恐怕只是一张纸 而住户还是拿不到半毛钱